講述外勞問題 其實我都想起新加坡 有很多勞工都是外勞 過去新加坡都出現過 所謂外勞與本地人之間的資源 或者利益上的衝突 香港的勞工界對輸入外勞有甚麼反應 以及會不會都覺得 其實是欠缺一些工作機會 我想這個都是要平行的 例如舉個例子 現在有個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工作安排 最近也放寬了 香港的大學在內地大灣區院校的畢業生 他們只要有香港僱主聘請 都一樣可以來香港工作 但在大灣區的香港校園的校舍 可能有幾萬個學生 如果全部都可以申請來香港工作 恐怕對本地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 的確是有影響的 當然也不是完全禁止這個計劃 但我想要有一些數字上的評估 譬如是否需要設立一個上限 我們只能夠容許某一定的數量 內地畢業生申請這個計劃 超過了就沒辦法了 因為始終本地的大學畢業生 都要有一些就業機會 我們希望這些政策都可以檢討 另外現在針對高財通 他們的高財子女來到香港讀書 其實都可以申請一些直資學校 或者一些觀俊的學校 現在香港的因為出生很低 可能教育上的資源 都不是那麼缺乏 我都同意可以滿足了本地學生的 教育的需求之後 如果我們還有一部份的資源 亦都當作一個吸引人才 為香港社會投資未來的一些資源 其實都是可以用的 但就要適時檢討 會不會對本地學生的教育資源有影響 我想這個是要時刻檢討 如果有發現這樣的情況 就應該是去調節一下 除了專才之外 另外剛才我也談到外露問題 我想本地勞工的角度 最擔心就是對於工資水平的影響 其實現在開放了外勞入境之後 暫時看不看到對於香港人的薪金 或者入職上有什麼明顯的影響 我想這個還要觀察 但是從過往的經驗來看 如果一個行業大量輸入外勞 的確對工資的上升是有一定的限制 亦都是說間接對本地工人的薪酬福利待遇 都是有些影響的 譬如說過往我們補充勞工計劃 有很大量的申請都是一些安老院的院舍 特別是私營的安老院 所以你看得到私營的安老院的人工 其實這十年八年都是差不多 都是萬多元 沒有什麼機會去上升 又或者看回政府的一些統計數字 如果用一個時薪去計算 其實有些安老院的員工 現在還在說時薪40元 41元 都比較接近最低工資的水平 就是說因為它長期這個行業 都是依賴外勞有關 如果你看回建造業 它過往都是有外勞 但是數量就沒有安老院那麼多 變了加上可能基建的發展 或者有其他的因素 建造業的人工 在之前十年八年其實都是升得比較快的 所以其實我們都覺得是有少少的影響 特別是機場的工友 我們都收到很大的意見 因為過往的三年他們真的熬得很辛苦 那個人工也都是被扣減 因為機場沒有什麼運作 但是現在復償工友的心態 都是希望多點工作 可以加薪 但是現在機場擴大輸入外勞 又有六千多個外勞來香港 那會不會對他們的薪酬福利 工作量有影響呢 這個我希望政府是可以確保得到 他們的工資或者工作量 都是不會因為外勞而減少 你講開說有些行業 某些公眾都還在收最低工資 我知道譬如參閒業那些有些都是 今年政府就說有得談兩年一減 就是這個機制 那你們就提到一定要一年一減 以及都有一個方程式去計算最低工資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們的主張是怎樣 我們其實最重要希望推動的就是 最低工資的水平能夠一年一減 其實現在的法例就沒有排除到一年一減 即是說它是兩年裡面就至少要有一次檢討 不過通常政府都是等兩年 它都不會說有段時間去少過兩年去檢討 所以這麼多年都沒有試過一年一減 都是兩年一次 但是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兩年前 政府凍結了最低工資的水平 當時還是維持37.5 即是說37.5 凍結了一次之後 2加2就等於4年 有些基層就沒什麼加工 但是雖然說有疫情 但是其實也有通脹 變成了有些基層的工友 就很難維持那個購買力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些疫情 凍結了4年 那個最低工資水平 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是積極推動政府 可以做到一年一減 至於你說是不是一個方程式 其實我們就持一個開放態度 你說用現在最低工資委員會 去談一個建議 都沒有問題 最重要就是一年談一次 就不要兩年談一次 如果你說要用一個方程式去計算 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通脹 物價的轉變 因為這個最基本 你的東西貴了 那就加上薪 都不要說改善他們的生活 最低限度就是維持一個購買力 這個是重要的 如果你說多多 第二個因素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個GDP的升幅 因為GDP就是反映我們香港的經濟增長 如果GDP是上升得多的 就是說經濟發展得好 我們都是希望基層的工友 他們都能夠分享多些經濟成果 不知道各位觀眾 對於剛才所說的 外勞對於香港的影響 以及最低工資有什麼意見 歡迎你們就著這個議題留言 今集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